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影间总结 看看中港股市半日表现 先看看内地 内地半日高位跳水 上证指数中五收博3144点 结果跌14点 收市深证城市跌41点 暴10135点 沪深300指数跌2点 暴3573点 创业板指数跌14点 17881点 港股方面越跌越深 本日来说收博25712点 跌317点 至于国企指数跌幅超过1% 跌111点 收博10480点 这次嘉宾请来Stanley 和我们跟进后市走势 Stanley 你好 看回今天的市场 当然跟随外围 科网股有个沽颜 今天腾讯回来 都没什么运行 上周五 美股原本 在科技股那边 都表现得不错 先破顶 但之后见到很多消息 例如高盛出了报告 警告Facebook、亚马逊、苹果、微软 和Google母公司Alphabet 他们的估值都太高 都见到应声下差 五年前破顶的阿里巴巴 都跌超过2% 拖累今天港股方面 这边腾讯都要大跌 另外拖累市场 还有中资金融股 今早见到 苹果破顶 升得好地 但现在都要跌近1% 5中5收报 是51.25 你看看市况 在忧虑什么 为什么突然间越跌越深 我先轻轻说回 内地的情况 因为最主要看隔夜的拆息 Shyber 有一个上升的情况 都可能令到大家 会比较关注资金方的因素 所以你说A股那边跌 可能受到这个原因影响比较大 但是你说科技股 如果大家有留意到上星期五的时间 外围的科技股有一个很大的震荡 都可以预示今天腾讯 不能运行 但是当然 你说这些位置 大家会否会 我仍然维持之前的看法 跌的时间 大家可以再考虑一下 分段去买 但是当然 让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上星期五的时候 美股有会有这样的行情 其实 Tracy说得对 在星期五的时间 原先纳资那边 很多股份 都是破顶的 特别是中概股 好像阿里巴巴这些 原先的股票都破顶的 但是很快 真的有一个很大的下挫 最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就是 本身高盛那份的报告 就是说 各别的科技股 的股值比较高 其次就是一间股工机构 叫做Citron 它在追击现在一个 你可以说是近年 Lasda那边一只的明星股 叫做利维达 这间公司本身 就是做了一些GPU的晶片 最后捉击它 大家听到捉击这两个字 都会很担心 第三就是 因为本身有一本的雜誌 叫做Business Insider 它就说 苹果新的手机 基本上就用不到一个 最新的Modem 它下载的传输速度 相对比较慢 亦都是因为这些因素 导致股价有很大的震荡 但我又重复这三件事 就和大家分析 那个情况 先说回高成分报告 高成分报告 它没错 它说 一些个别公司 那个股值是高的 但如果你看看这些股份 你说那个市盈率 是不是很夸张呢 除了你说Netflix 和Amazon之外 它们是很夸张的 那个预期的PE 都算是过百倍的 但其他那些 其实那个股值 就不算很高 比如说Facebook Google 其实现在那个预期PE 都是三大陪助 其实你说 真的是不是很高 不算是 而且这类公司的增长 都可以说是相当之快 所以如果你以一个 就是研究去看的话 可能是比较高 但增长是比较快的时间 基本上都反映到 那个问题 又真的不算很大 这个是我对高成分报告的看法 而第二个是Citron 它是追击这个 就是刚刚提到 如果中文名叫英伟达 大家会比较清楚 英伟达近年来 会那么厉害 最主要因为它做了一些 叫做GPU 这一样东西 这一样东西 有什么强的地方 就是人工智能用的 就是GPU 所以增长可以说是很快 但是Citron 这次它又追击它 当然了 刚刚提到的了 追击两个字 大家听到它好像很害怕 但是呢 其实你说看这次Citron 追击这个英伟达 那个股目标价 其实不是很高的 说多少钱呢 就是130美元 现在的英伟达 其实那个股价 大概140左右而已 就是意味着 他预计那个 条件的幅度 不是真的很大 十两个百分比较近 而且 这个Citron 本身 他都说的 他都不否认就是说 英伟达近这间公司 是一间好过大家的公司 就是做得是好的 但只不过现在现价 可能感觉上是比较贵 所以才有这个公司的报告 而且 再有一些 拉前一点点看 因为其实你看看 上年十月的时间 其实Citron 是曾经试过 都有个追击报告 追击当时的英伟达 当时的股价是多少钱呢 目标价90美元 在当时来说 也是股价的机会 调回两成左右 其实不是很多 但如果你回看整件事 第二的话 即是Citron 他有一些看淡 但未至于看得很淡 这个是第二个情况 而第三就是说 好像苹果这一样 这个被人说 他用不到最新可能一些的技术 但是 苹果本身的股值 现在都不算高 所以 还有 也没出 所以究竟这些因素 是真行是假 都要再看看公司的回应 但是你只要可以说 如果以这三个指控来看的话 似乎 我觉得科技股的表现 你可以说这一下是震荡 是一个短期的影响 嗯 那我们又回到香港 好 听Stanley你这样说 大家可能对腾讯有信心 因为三个指控 最终都好像明踩暗残 尤其是Citron那份报告 腾讯应声下错是超过2%去到270元 这个水平是之前公布了业绩那天 就是升上来的位置 是 没错 如果调整去到这个位置的时间 你是不是都觉得 家庭官员不需要太害怕 可以在这个位置再去交货 我真的不害怕 你问我自己的话 我今天都不断在想 究竟什么位置交货会比较好些 当然 你说现在 我自己预期回来 这一两天的时间 其实可能会有些震荡 因为我都预期你说 美国那边的科网股 可能那会震荡未必完 可能这一两天还有一些影响 但是我自己觉得 这个板块本身 我觉得增长还是比较快 你可以说今次这些理据 有些是合理的 但是我会觉得 可能大家忽视了 就是说 现在的科网股 和当年 2000年的时间 科网股最不同的地方就是 当时很多公司本身是没有盈利 而且只有一个港字 但是现在这些公司 基本上 已经去到一个盈利的情况 已经很理想 而且增长是很快 而且以前的时候 互联网 就是互联网 刚刚煮了一个崛起的时间 很多人和互联网之间的距离 都仍然很远 但是现在基本上 息息相关 所以我对这些板块的前景 都可以说是相当之乐观 所以对腾讯来说 又不差 不过呢 都轻轻捏到市场来说 因为今天的下跌 都似乎跌穿了 10天线的支持位 你可以说是在这个升市上面 好像比较少见的 而下一个比较大的支持位 就是25600这个水平先 但是怎么都好 我会觉得大市始终 有回年初至今 升了很多 现在有些的调整都很正常 而且没有了这段时间 反而考虑大家的心理的质素 就好像腾讯为例 当然如果你担心股值是高的话 可能都可以再等等先 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说 现在这些位置 假设再跌多两三分的时间 不妨可以考虑一下 可以分住级级级 嗯好啊明白 但是Standy都想问一下 就是苹果的指控 你又觉得不是太成立 但是今天都见到 那么相关的苹果概念 应声下坐 其实这些位置 他们是不是都已经有散水的迹象 需要担心 苹果的说法 我觉得是要留意的 但是真的影响是否很大 这个到时再去 就是测试公司的一些回应 那些其实又不是叫指控 就是那个洩出出来 但是你说个别的公司来说 好像你说 顺月光学这些 基本上公司五月份的数据 其实是好的 出货率是好的 所以假设要选要买的话 那么顺月还可以考虑 但是我会建议 但是我会建议 因为刚刚提及到 可能这个过夜的调整 这一两天 即是不是这一日半 又可以搞定 可能都还会有多 即这一两天的时间 所以未有货的话 都可以再等等先 嗯好 明白了 多谢Standy的详细分析 刚才说的股份 是否只是持有腾讯 是的 没错 好 休息一会 再有其他直播 我们稍后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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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